大家好 我是陳詠欣 Jophie Chan 播出的日期是7月27號 正所謂出來行 預了要還 但一班攬炒派的黃政棍當然不想結帳 立法會選舉提名期已經展開了一個星期 7月25號至少有10名攬炒派參選人 收到選舉主任的來信 要求他們回答四個問題 而這四個問題令到攬炒派的政棍尷尬萬分 一個月有沒有10萬人工 有沒有20萬的營運津貼 就看他們回答這四個問題 是什麼問題呢? 我們這條影片會和大家講一下 和大家整合上一屆參選人被DQ的事例 和大家分析一下他們亂回答選舉主任 可以不可以? 不回答又可以不可以? 除了出來行 預了要還 另外一個道理就是日久見人心 大家都明白 四個問題就問得出 哪些攬炒派的政棍是為了議席轉貸 割席保平安 那誰率先割席呢? 他又會怎樣回答選舉主任的提問呢? 我們都會和大家講一下 而且我們都見到為了這四個問題 黃之鋒怎樣和公民黨打對台 在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要訂閱我 陳榮寅 Joph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條影片 喜歡我的影片支持我的 記得要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也希望你可以把影片廣傳開去 讓更多人知道黃媒和攬炒派 不想他們知道的真相 大家的留言和讚好 是足以可以對抗一班小黃人 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惡意留言 希望大家支持 之前也和大家拍片說了 國安法一出 黃人便氣俊 國安法一出 攬炒都要縮 這次我們就見到國安法一出 官員都嚴肅 嚴肅去處理DQ 一改以往不作為的風格 大家都知道自1997年 根據選舉管理委員會規例第十條 就規定了選舉主任可以要求參選人去提供 認為適當的任何其他資料 而香港的立法會議員也必須要聲明 他是擁護基本法和效忠中國香港特區 報了名的參選人 如果他過往的言行 是顯示出來他是不擁護基本法 又或者不效忠中國香港特區 選舉主任在作出決定之前 就可以向參選人作出提問 給他們一個機會去解釋 終於各區的選舉主任 就很嚴肅地根據法例做事 就出信給一班攬炒派的政棍 信的內容主要圍繞四個問題 第一 有沒有曾經要求外國制裁香港 第二 是否推動港獨 第三 是否否否決政府的所有法案 例如財政預算案 施政報告 第四 就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地位 即是說曾經參與抗爭派聲明 主張反對國安法支持港獨的攬炒派 如今就要為他們所講過的主張負責任 之前經常都說王政棍出口 王笨人出手 王笨人出手 上街犯法 都受到法律制裁 要為他們的行為負上責任 如今一直只是出口的王政棍 都要為他們的主張負責任 包括公民黨的楊岳橋 郭榮鏗 郭家琦 參選會計界的梁繼昌 和一些本土港獨份子 例如打算參選港島的袁家衛 和新界東的何佳南和劉永康 以楊岳橋為例 早前他到訪過美國和美國官員 去討論所謂的香港人權民主法案 選舉主任就這件事件作出提問 問他現在仍然有意要求美國落實制裁香港 做法是借助外國政府向香港特區政府施壓 在干預香港的事務 問楊岳橋如何符合參選的聲明 文匯報非常好 他們幫攬炒派羅列他們曾經做過的行為 說過的說話 他們的所作所為 相信都可以幫到一班攬炒派 記起他們自己的主張和錯心 我就從文匯報所列舉的事件 跟大家再找來圖片證明 大家可以評評你 2019年8月26日 楊岳橋和郭榮鏗透過視頻 強調一直支持通過美國國會 在2019年9月審議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亦都支持制裁香港特區的官員 2019年8月15日 楊岳橋和郭榮鏗更加去到美國 在紐約州亞洲協會座談會上 向在場的聽眾抹黑警方使用過份的武力 亦都展示了多張相片 希望克求美國政府插手香港的事務 楊岳橋更加在記者會表明過 公民黨會否決所有政府的議案和撥款 去爭取他們所謂的五大訴求 去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 所以選舉主任就問楊岳橋 他的立場是怎樣可以符合 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 大家都記得他的奪權三部曲 在2020年6月19日 楊岳橋就在Facebook發佈他的參選宣言 就說要奪得35家過半的議席 去威迫特區政府落實所謂的五大訴求 做過的事情都會留有痕跡 還有很多資料都落列出來 非常感謝《文匯報》 相信《文匯報》的資料 對選舉主任也很有用 梁繼昌被問到 他是否支持攬炒派的35家 會否決政府的所有法案 還有他有沒有向美國提供制裁香港官員的建議名單 梁繼昌就回答 negative 也就是說他否認 大家看到了 割席了 小黃人相信看到都會覺得心寒 大家都知道 攬炒派的所謂35家 都是想攬炒香港 攬炒議會 而梁繼昌在2020年3月和4月 都不時提及到以35家作為綱領 號召他的選民參與投票 可以看到其實他都是支持35家 而且在2020年3月 梁繼昌也應美國非政府組織 World Affairs Council的邀請 去加州出席交流 當時他和其他幾名攬炒派 更加舉行了一個記者會 就說美國想了解美國實施 所謂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制裁解線 在記者會更加提到 他們會整合第一張制裁名單 希望美國政府可以啟動制裁的機制 可以看到梁繼昌現在做了不夠膽認 是否說攬炒派否認就否認到 是否說割席就可以補到議席 我們可以看看以往的事例 就要視乎他提出來的解釋 是否證明他真的改邪歸正 但選舉主任是不會接受你假扮改邪歸正的 港獨份子陳國強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在2016年他報名參選立法會換屆選舉 當時他更加表明支持港獨 最後選舉主任裁定他的提名無效 然後去到2018年立法會補選的時候 陳國強打算參加這個補選 所以他就在社交平台調整他對港獨的立場 陳國強在2018年報名參選補選的時候 選舉主任發電郵向他查詢他的立場 陳國強就提出了很多很多歪理 但最後最重要的是選舉主任 都不信任他真心擁護基本法 所以都是裁定他的提名無效 所以選舉主任的提問 你必須要真誠地回答 否則最後的結果都會被DQ 假裝改邪歸正都辦不到 可否不回答呢 2016年陳浩天代表將香港獨立列為正綱的香港民族黨去參選 當時陳浩天沒有簽到確認書 也沒有回覆選舉主任的提問去澄清他的立場 最後都是被DQ 之後陳浩天更加申請司法覆核入品 去要求法庭宣佈選舉無效 2018年高等法院就頒下判詞 駁回陳浩天的選舉程程 這個判決都很清晰 就確立了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原則 就是選舉主任有權和有責任去決定參選人 是不是真誠擁護基本法 要履行責任 選舉主任就要去了解參選人的政治主張 而選舉主任更加可以考慮其他他認為是合適的資料 這個做法是合法合理的 國安法沒有追溯期 但是一班攬炒派的政棍要參選 要宣誓要聲明 選舉主任就可以憑這班攬炒派的政棍 過去的言行去作出決定 這個也是法官定下來的原則 攬炒派為了可以參選 更加是無所不用其極 收到選舉主任的提問之後 公民黨的壯棍都變成一班小學雞 他就說選舉主任給的時間回復實在太短 是太過壓迫性了 其實這麼簡單的答案 問他知不支持港獨 這些都要想這麼久 如果真的給他喜歡答多久就答多久 那還得了嗎 那學生哥都可以照版主碗跟他們的老師說 他們考試給他們回復的時間太過短促了 而且有壓迫性 要求延遲交答案 那是否又可以呢 交壞小孩真是公民黨 見到公民黨都想用拖字訣 就知道對著這四條問題 公民黨一班的壯棍都沒有板斧 為了可以參選 公民黨可以去到多盡呢 就算選舉主任沒有批准公民黨延期回答選舉主任的問題 但最後公民黨都死死氣地回答了選舉主任的提問 更加表明會擁護基本法和支持港區國安法 大家是否覺得很好笑呢 正常有智慧的你會不會相信呢 有些人好像公民黨那樣想遲些回答問題 但也有些人想急著回答問題 黃之鋒在這方面就和公民黨打對台了 他就在社交平台公開他給選舉主任的信件 他說有很多參選人已經收到信件查詢 收到問題了 但他還未收到 他就要求在限期之內 就收到選舉主任的查詢 催他選舉主任 給多些時間他準備答案 他又要投訴 他急著要答問題 都是因為想知道自己會不會被DQ 為了參選 連公民黨這個同路人都不理了 黃之鋒在7月25號投訴完 說他未收到選舉主任的提問 終於在第二天7月26號就收到 他更加是繼我上一段影片 聲稱被國安和警察跟蹤之後 又再一次看得自己太大了 他說他成功爭取選舉主任向他提問 很大機會是因為選舉主任看到他的Facebook post 大家說他真的很好笑 智女行間更加感受到黃之鋒對於他收到選舉主任向他的提問 那些問題之多 他感到很驕傲 真的要恭喜他 黃之鋒會不會被DQ 大家都可以留言 猜猜猜猜猜 人有惡報 若然未報 只是時辰未到 大家等待攬炒派現眼報 不要以為國安法沒有了道 今集的時間就來到這裡 希望你都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要讚好和留言告訴我你的看法 也希望可以把影片廣傳開去 讓更多人知道黃媒和攬炒派不想你知道的真相 大家記得要訂閱我陳榮引Jofie Chan的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下一條影片 我都留意到有很多觀眾朋友 可能還未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因為觀看數字都是比大家訂閱的數字多 希望大家記得要在右下角免費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大家支持我更加可以加入我的會員頻道 優先和獨家看到我的影片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最近幾條影片 我的畫質都改善了 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 我也會繼續努力拍多些好片給大家 多謝大家的肯定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拜拜 那請看 大家會往前的片段 可以請多加小東西 多謝大家